美国财政赤字令人担忧 但并不足以动摇美元霸权和美国霸权地位 而这只是美国现状的冰山一角 即现在遇到了更大的危机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财政赤字三倍碾压全球 美元霸权还能撑多久呢 美国或遇更大危机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估美国已经构成了 对全球经济的重大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预估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 将是其他国家的三倍多 这会加剧通货膨胀 让世界经济都遭受不良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毕竟美元的流通量排名世界第一 对世界的影响力巨大 美元作为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工具 在美国影响力日益下滑的今天 已经逐渐成为美国的一种作战手段 既然是作战手段 有风险也是很合理的了 而美国的影响力下降 就说明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受到了打击 为了保证自己的霸权 美国必须利用手段影响世界发展 给自己喘息之机 很多人认为美国现在陷入了财政危机 美元存在巨大风险 但是美国现在陷入的并不是财政危机 也不是美元霸权可能产生的危机 美国财政赤字不足以动摇美元霸权和美国的霸权地位 这些都只是美国现状的冰山一角 美国现在遇到了更大的危机 这么多年来 美国利用冷战手段让苏联解体解决了这个强大的敌人 在面对英镑 欧元 日元等对美元的威胁时 美国毫不留情地利用金融手段打击他们 在面对伊朗 俄罗斯和朝鲜时 美国毫不犹豫地利用舆论战和各种封锁制宰手段 美国这么多年已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美国习惯了运用简单的方法获取利益 这也让其他国家有机会能够追上美国的脚步 就比如说中国 中国已经拥有各方面都能跟美国掰手腕的实力了 美国因此感受到了危机 可是美国现在面对世界出现的挑战时 已经不再尤锐有余了 美国维护霸权的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强大了 甚至可能陷入了信任危机 对美国维护自身霸权能力的信任危机 面对俄罗斯 美国还有西方国家都不停地支援乌克兰 但是乌克兰却难以抵挡只有广东省的GDP经济的俄罗斯 乌克兰在美西方的帮助下最终恐怕还是难以逃脱 放弃一部分国家利益求和的结果 以色列在拉法地区的行动并没有获得预定的效果 也严重打击了美伊两国在中东的自信心 伊朗和以色列的互相轰炸被各方弹化 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重要的竞争对手 这几年利用各种手段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韧性让美国吃惊 但是这也让美国对中国这块肥肉愈加欣养难耐 美国把一个个对付他国的方法都用到中国身上来 就是希望能够奏效 但是不管美国这几年怎么对付中国 中国始终能解决美国制造的一个又一个困难 未来美国将利用更多的手段来遏制中国 但是世界大势不可逆 美国现在的行为都是逆世界大势 这只会让更多国家看到美国的弱点 加速美国的衰落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